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Coding迪士尼 这一节我们要讲一讲字符串匹配的相关算法 那么我们首先要谈到的两个算法 一个是暴力枚举法 第二个重点要谈的就是我们Robin Karp 这个字符串的匹配算法 也简单称为RK算法 那么既然谈到字符串的相关算法 那么字符串的匹配是实在是绕不过去的 在面试过程中 面试官很可能会要你写或谈一谈字符串的匹配算法 一般来说就是给定两个字符串S和T S就是要查找的字符串 T就是要被查找的文本 大家在使用的时候一般都可以 比如说在使用的时候都可以通过这里面去进行 比如输入一个框 然后去查找这个 在整个文本里面去查找这个字符串 大家比如说看这种查找 就是这种方式 叫做文本匹配查找 就是这种在一个长文本里面去查找一个短字符串 就这种做法 OK 那么也就是 那么在这种查找方式 这种字符串的匹配算法 其实主要有好多种 那么每一种算法都有它的优点和缺陷 没有哪一种算法呢 都是可以完美无缺的 如果在面试中被问到这个问题的话 最好的处理方法呢 是先给出一个具体的算法 然后给再去大概的去探讨其他方法的优劣 那么做到这一点的话 通过这个面试的胜算就相当大了 由此呢 我们就需要去了解主流的字符串匹配算法 我们先总结一下常用的这个字符配 匹配算法 字符串匹配算法的特点 第一个呢 叫做暴力枚举法 那么它的预处理时间是ON 然后匹配时间呢 就是这个M乘以N OK 是这样子的 那么第二种就是我们一会要详细讨论的 叫做Rubicup的这个匹配算法 那么它的预处理时间呢 是一个OM 大M 这个小 那么它的匹配时间呢 也是OM乘小N乘以M 那么最后这个第三个呢 是这个有限状态自动机 它的预处理时间是这个M M是这个S 也就是这个要匹配的这个字符串 这个的长度 那么这里面呢 表示的是这个字符级 这个字符级的意思是这样的 如果呢 我们这个文本呢 是二进制文本 那么也就是说所有的这个字符串 都有0和1两个字符组成 那么这个字符级就是这样的 是0和1 如果它是这个 如果是这个我们匹配的这个字符串啊 文本呢 是这个GIN序列 GIN序列只含有四个字符 是ACGT 那么这个文本呢 就是ACGT 那么如果我们要这个处理的文本呢 只含有小写字符 那么这个字符级呢 就是这个A到AB和Z 这26个字母 所以这个取决对值呢 就是这个字符级所含的长度 如果是二进制呢 这个取决对值呢就是2 如果是这个GIN序列呢 取决对值就是4 如果是这个小写字符啊 小写字母表呢 这个取决对值呢就是26 OK 最好的办法叫做就是最有名的叫做KMT算法 那么这种算法它的预处理时间呢是OM 那么这个匹配时间呢是这个小N 小N呢就是要匹配的文本的长度 这个大M呢是这个要去匹配的这个字符串的长度 OK 大家如果对这个字符串 匹配算法有所了解的话 那么一定是比较了解这个KMT算法的 虽然它在理论上 大家看在理论上 它的预处理时间和这个最终的匹配 就是最终匹配的这个运算时间呢都是线性的 但是呢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呢 也并不意味着它理论上的这个效率好 它实际运用的效率也好 一来呢主要是它这个KMT实现起来比较复杂 并且在大多数情况下呢 其他算法在实际运用上的效率呢 往往也不差于这个KMT 也差也差不了多少 OK 那么接下来我们首先要看的是前面这两种 后面呢后面的章节我们再去解析 接下来这两种 OK 那么我们首先需要知道一下几个概念 那么一个叫前缀的概念 如果字符串W是X的前缀 那就意味着这个X可以分解成两个字符串的组合 X就是WY 例如W的AB 那么X的ABCD 那么这个AB呢就是W 那么CD呢就是Y OK 那么这样的话就是意味着 X可以分解成两个组合 这么W呢是这个组合的前半部分 那么如果W是X前缀的话 那么这个字符串X的长度一定小于等于这个W的长度 那么后缀呢也是同理可得 有一个简单的定理是这样的 如果三个字符串XYZ 如果XY都是Z的前缀 那么如果X的这个长度小于Y呢 那么X就是Y的长度 如果X的长度大于Y 那么Y是X的前缀 那么后缀的话也是同理可证的 大家可以拿笔画一下 看一下这个定理 是不是正确的 如果这个字符串含有M个字符 那么我们记为1到M 大家看这里面 我们在这个理论里面 或算法描述里面 这个起始的下标是1开始的 那么后面我们写代码的时候 起始的下标必须要由0开始 如果P的长度为K的 P长度为K的前缀呢 我们就用P1到K来记 那么就记作P下标K 那么于是P0呢 就是一个空极 就是这个Apsilon 然后这个PM呢 就是等于P它自己 也就是P从这个E到M 就从这个字符1 P这个字符串的第一个字符 到最后的M个字符 对于匹配一个文本大T呢 这个大T呢 就是这个要匹配的文本 它的长度为小N 那么T的K的各字符长度的前缀 也可以用T下标K来表示 于是如果要查找的P 是否是T的指串的话 我们只要找到一个指S 这个S的值介于0和这个N-M之间 使得P呢 是这个T加T的下标S加M的后缀 也就是说这个T呢 从S开始 从下标S开始 直到M个长度的这个字符串 这一段子字符串呢 就正好等于这个P 那么大家看一下 大家可以自己去理解一下这个定义 这个定义稍微有点骚扰 大家可以自己用笔来坏话 去理解一下这个定义 OK 接下来我们要看一下第一种做法 叫做暴率枚举法 那么我们要看这个P 是不是这个T里面的一个子字符串 我们就一个一个来比较 首先拿这个 首先看一下这个P是不是由这个文本T从第0个字符开始M个字符都是一样的 如果不一样的话就挪一位 看这个P是不是从T的第1个字符开始的后M个字符都是一相等的 那么这种做法呢 就叫做暴力枚举法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里面给了一小段代码 首先我们从这个S等于0开始 那么S小语这个M减M 这个就是文本的长度减去要匹配字符串的长度 然后从这里面左部去匹配 如果这个P如果这里面匹配对了 我们就可以返回这个S 如果不如果比配不对的话 我们就退出循环 然后从下一个这个 从这个P1开始再去进行一次这个教育院M次的一个这个配对 这就是这个暴力枚举法 那么暴力枚举法的流程 大家看一下是这样的 首先呢 我们这个文本是上面这个长的 短文本是下面这个 首先呢 把它们从第一个字符对齐 然后左个比对 看是不是能匹配的上 那看在这里的时候 第一次匹配的时候 第二个字符不能匹配 于是我们就把这个字符创往后移一个位置 然后再匹配 又发现这里面呢 第一个字符就不匹配了 然后再往后移一次 然后再进行匹配 第三次匹配就可以成功了 那么这个就是这个代码要做的这个事情 在这个代码中呢 最坏的情况下呢 外面大家看 外面这个循环呢 是这个文本的长度 那么里面这个循环呢 是这个匹配字符创的长度 所以 所以这个外层循环的次数是m减去 大家我写错了 这个是小m 小m减去大m加一次 这我写错了 内部的循环是m次 所以这个枚举法的算法复杂度呢 是外循环的次数乘与内循环的次数 这样的话就是一个就是这个乘积型的这个模式 这种枚举法呢 很明显这个效率就太低了 因为在这个匹配过程中呢 它完全忽略了P自身的组成特点 在后面的后面的其他算法呢 之所以效率能够提高 本质上就是因为考虑到了这个 匹配字符创自身的字符组合的各种特点 就利用了P自身这个字符组合的特点 来提高整个算法的效率 好 我们看一下第一个就是这个RK算法 Robin Carpon算法 那么在这个算法的实际运用呢 表现是还不错的 这个RK算法呢 需要前面这个大m的时间做预处理 在最坏的情况下呢 这个算法的复杂度跟前面 我们说这个枚矩形的这个算法是一样的 但是这个最坏情况呢 由于极少出现 所以这个RK算法呢 在实际运用中 它的效率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很不错 那么我们看一下 它的算法思想是这样的 我们先假设我们要匹配的这个文本啊 它所有的字符都由0到9 这9这10个数字组成 也就是我们的字符级是012一直到9 那么一个长度于K的字符串呢 例如这个K等于3 有这个字符串123404 那么我们可以把这种数字字符串呢 看成是含有K个数字的整形数 那么比如说这个字符串是123的字符串 那么可以看成它的对应的这个整形数就是123 把这个404这个字符串 看成对应的这个整形数是404 对于一个长度为M的字符串 P由1到M 那么用这个小P来表示这个字符串 所对应的这个数值 那么这个小P的话就对应一个 含有M个数字的这个整形数 那么我们用TS下标S来表示T从S加1到后延M个 这M个字符所对应的这个整形数值 那么这里面这个TS呢 显然也是含有M个的数字的一个数值 不难发现呢 如果这两个数值 TS和这个P对应的数值一样的时候 那么这两个字符串 这两个数字所对应的字符串 肯定就是一样的 对吧 OK那么也就是说仅当这个P这个数值 等于这个TS这个数值的时候 我们就有这两个数值对应的字符串 是一样的 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根据这个思想 来进行一个这个匹配的算法 那么由于我们从这个 我们这里面做的时候呢 需要把这个字符串 转换成它对应的整形数 那么这个转换的这个算法呢 前面的章节我们已经研究过了 这个转换的算法复杂度呢 就是这个呃 字符串的本身的长度 所以这个长度为M的话 那么复杂度就是M 那么我们就可以通过下面这个公式来去进行转换 对吧 首先是这个一开始是最后这个3 然后加上2乘以10 再加上1乘以100 最后得到了这个结果 就是这个字符串的 这个数字字符串所对应的整形数的数值 OK 那么这个RK算法的这个巧妙之处呢 是我们可以通过这个TS 下标这个TS 去计算这个TS加1 我们看一下它是怎么算的 假设M等于5 也就是这个匹配的这个字符串的数 长度是5 那么整个要搜索的文本是这样的 314152 那么可以算出呢 前面5个字符 31415 前面5个字符 T0呢 从0开始的这5个字符呢 是对应的这个整数数值呢 是314315 就是31415 那么T1的数值呢 就可以进一步算出来 T1的数值呢 就是中国这个T0 把前面这个3给去掉 也就是31415 减掉3万 得到1415 然后再乘以10 就得到了14150 最后再加上后面这个2 然后就变成了这个14152 那么也就是说T0得到T1 只需要一步运算就可以了 OK 大家可以忽略到这一条句 这句话 这句话是我不注意写上的 好 大家看 那么这样的话 这个也就是说我们从T0换算到T1的话 也就是说从314152 转移到这个14152的话 只需要一步计算就可以了 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通过上面这个算法呢 就可以通过这个公式 就文有了TS表示的数值之后 那么通过下面这个公式呢 就可以算出这个TS加1的数值 这个TS呢 就是下标从0 下标从S开始 往后沿M个字符 所对应的整形数值 如果TS等于0的话 M等于5的话 那么TS的对应的数值就是314152 如果S等于1的话 那么M等于5的话 对应的整形数值就是14152 这个字符串 所对应的整形数就是14152 OK 我再要理解这一点 那么由于我们计算出了T0之后 根据上面这个公式呢 计算T1 T2一直计算到T的下标的N-M 那么所需要的时间都是OE 那么这里面需要计算N-M次 所以整个的时间复杂度是O-O的N-M加1次 因为这个一次是前面 我们要计算T0 所以这里要加一次 OK 那么计算这几个值呢 后面连续这些值呢 就需要的时间复杂度 就是O的N-M加1 因此要在整个T文本中 去查找这个P 那么所需要的看的就是把这个P的值 去跟这个T0T一直到TN-M 这些数值去比对 如果这两个数值相等的话 那就表示呢 有两个这个数字字符串是一样的 这一点应该不难理解 OK 那么这点不难理解 那么如果说我们所有的这个文本的字符 都是由数字字数字由10个数字组成的话 我们这么做就可以处理 但如果我们的文本不是由这些数字组成的呢 比如说是由这个小写字母 小写字符组成的 那本字是一样的 只要把这里面这个10进字换成26进字就可以了 因为A到Z完全可以对应成26个数字 是0到25 这26个数字 所以公式中的这个10 大家注意看这个10换成这个26 这里面的10换成这个是26 那么这个运算就是这个运算的这个本字完全是一样的 OK运算的这个本字完全是一样的 所以即使是把虽然说我们这里面讨论的这个算法 作用的这个文本的情况是文本字符只含有数字字符的情况 但实际上我们可以作用于这个文本字符含有任何字符的情况 比如说含有这个小写字符的字 小写小写字母的这种情况的时候 只要把这些小写字母换算成0到25 这26个数字就可以了 然后把这个进字 这个10进字换成26进字 那么这个整个运算的这个方法都不会变 OK这就是整个前面讲到这一段呢 就是整个的这个KR算法的RK算法的这个精髓 但前面这里面这些所描述的这些算法呢 所描述的这个算法呢 存在一个问题呢 就是这个M很大的时候 那么这个M很大的话 这个P或TS对应的这个整形数呢 就会含有M个数字 比如说这个M是这个8的时候 那么这个P和TS这个数字就要过E了 所以如果这个M的数字 M过大 也就是这个整形数所含有的数字太多的话 那么这个整形的数值就会很大 很大的话就会导出一个问题 就是第一呢 是在用我们用程序去表示这个数的时候 我们最多64位的计算机的话 只能表示64位的整数 如果这个数字过大的话就会溢出 第二呢 就是在以前我们在二斤子算法里面谈到 当两个过大的数字比较的时候 由于CPU需要多个运算周期来运进行 如果这个数值呢 整形数值呢 是在 比如说我们的这个系统是64位的 那么这个P或TS这个数值呢 是在64位之内的话 那么一个CPU周期呢 就可以对他们进行运算 如果他们这个P和这个TS的数呢 超过了这个64位的话 那么我们就运算的时候就可能需要多个CPU周期 这样的话两个很大的数比较的时候 我们就不能假定他们两数的比较能够在单位时间内完成了 所以面对这个M很大的时候 就会形成这个数值 整形数值P和这个TS会变得很大 这样的话我们就需要想办法去处理一下 那么处理这个超大规模的数字的时候呢 最好的办法就是求鱼 大家看一下下面这个公式 这个公式跟上面这里是一样的 这个D呢 对应的就是这个数字的这个进制 OK 这个H呢是这样的 大家看这里面呢是这个进制的这个M减一次密 我们在这里面呢 换算成这个H要求一次鱼 也就是说这个D的M减一次密之后 还要对一个这个数求鱼 这个Q呢 可以是我们选定的一个 一个数数 选定的一个数数 那么上面这个公式呢 这个H的值呢 大家看这个H需要对这个D 求M减一次密 然后再求鱼 所以这个H的值呢 可以续先通过O的M次计算可以得到 这就是这个RK算法的这个 续处理时间所需要的这个前提要求 OK 我们需要求鱼 那么引入求鱼的话 那么这样的话 一个大数求鱼了之后 就会转化成一个小于这个鱼数的 小于这个Q的一个数值 但是有引入求鱼的话 又会引发新的问题 也就是说原来我们做运算的时候 只要判断这个TS和这个P呢 他们所对应这个数值相等的时候 我们就知道这两个数值对应的这个数 这个值不穿呢 一定是一样的 但现在不是了 在求鱼之下相等 并不意味着这两个数本身的数值就相等 但是我们可以确定的是 如果在P和TS在对这个Q求鱼之下 Q鱼之下 Q鱼之下这个结果不一样的话 也就是说P对Q求鱼数 TS对Q求鱼数 两个鱼数不相等的话 我们完全就可以保证 我们就完全可以确定 这两个数一定是不相等的 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就可以这么做 一旦我们发现 我们用了这个公式之后 发现这两个值在求鱼下是相等的 那么求鱼相等的时候 我们为了确定这两个数值 对应的字符串是一样的 我们就把这个T从S加1到S加N 这一小段和这个P 和这个匹配字符串 这个P 这两个字符串进行这个左个字符 左个字符比较 如果每个字符都一样的话 我们才能最终断定这个T的这一段 指串和这个匹配字符串是完全相等的 这样的话 这就是这就解释了 为什么这个RK算法在最坏的情况下 它的复杂度呢 会是这个OM乘以这个N-M加E 因为每一次我们 假设我们每一次算得的值 在求鱼下都相等 但是每一次比较的这个字符串都不成功 所以由于每一次比较呢 都需要这个M次 最终我们可以比较N-M加E次 所以总共在最坏情况下的这个复杂度是这个情形 OK 那么这就是这个RK算法的这个思想 RK算法就是把字符串的比较转化成数字的值的比较 通过数字的值的比较 去提高这个字符串比较的效率 举个例子给大家看一下就明白了 大家看一下这里面我们这个字符串仍然用0到9这10个数字来表示 那么我们用的求鱼这个数字是13 那么然后这个要匹配的字符串是31415 那么这个字符串的长度M是5 大家看一下不难发现这个S等于6 也就是从这个T偏移6位 大家看一下123 总是这样的 0123456 大家看从这里面开始 31415 看这一段跟这个P是相等的 如果我们把选中的这一段字符转化成数字的话 转化成数字的这个整形值跟这个P转化成的整形值都是31415 这两个整形值是一样的 这样的话 我这两个整形值一样 那么这里面 这个TS对应的就是选中的这一段 这个S就是6 那么这个TS对应的这个值就是31415 那么跟这个P对应的整形值 在对13求鱼之下 由于他们两个值是一样的 求鱼之下得到的结果是一样的 都是8 那么这样的话 求鱼是相等的时候 我们根据这个算法 既然这个再根据算法 再把选中的这一段 呃 子字符串跟这个字符串P去比较 那么得到这两个字符串都是完全一样的 都是31415 这时候我们就找到了这个P在这个大T里面的偏移 那么有另外一种情况 大家要注意 另外一种情况就是S等于12的时候就是这一段67399 那么67399这个字符串转化成整形的时候是67399 但这个恰巧67399 磨13等于7 31415 磨13也是等于7 这样的话 67399和31415 在磨13下是等价的 也就是他们分别对13求鱼之后 得到的结果都是一样的 但是得到这个结果是一样的 并不意味着这两个数对应的字符串是一样的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得到这个求鱼相等的时候 还需要再比对一次 以确定这两个字符串是一样的 这个原因 大家看这里面我们满足了求鱼之下相等 但是这个实际上这两个整形数对应的字符串并不相同 这一个事实 OK 这就是前面 这就是这里面我们要做的这一步 需要当算完了这个值之后 需要发现两个值在求鱼下是一样的时候 还需要对这两个数值对应的字符串 进行着个字符比对的这个实际的原因 OK 大家看就这原因 好 那我们下面看一下这个西语人的代码 OK 这里面西语人的代码是这样 这里面我们就先对这个h去计算这个值 h就是d的m-1次密 再对这个q求鱼 OK 接下来我们这里面先算这个p字符串对应的整形数值p 然后第一步先算t0 大家看先算t0 OK 那么这一步运用的就是我们先把这个 那么这个字符串减去这个a 得就是把这个小写字符转换成这个0到25 这26个数字 然后在这里面去运算一下 d呢 就是26 因为我们现在如果我们用的匹配的字符集是a到z的话 那么这个d对应的这个进字就是26 那么接下来呢 就是要算这一步了 接下来就是要算这一步了 反复去运算这个ts 然后再跟这个q 这个q值去比较 再跟这个p值去比较 如果算得的这个tp值和这个t值相等的话 这是两个值求鱼之后相等 求鱼之后相等的话 我们还要看这两个数值对应的字符串 是不是每一个字符都一样 那么在这里面就要比对一下 如果每一个字符都一样的话 我们就返回这个s 就是这个大t在大t中的偏移的位置 如果有不一样的话 我们就跳出这个循环 那么下面呢就是通过这个tp0去计算这个ts加1 我们只是把这个下标给去掉了 大家看这个下标给去掉了 那么这里面首先这里这个t呢对应的是ts 算出来之后就是这个ts加1 那么这个公式呢这里面这个运算公式呢 给我们理论里面这个公式 大家看给我们理论里面这个公式其实是一样的 ok就是一样的道理 这个ts加n因为这里面我们没有加1 大家看因为我们这个在程序中 我们这个字符的下标是由0开始的 但是我们的理论中这个字符的下标是由1开始的 所以这里要加1 但我们这个丑代码就不用加1了 因为字符的下标是由0开始的 所以就是这里面呢减去这个a呢 就是把这个字符转换成这个0到25 这几个数字之一 那么计算完了之后再求1 在这里大家注意看一下这里面有一步 那么求出来的结果可能是负数 这个负数是什么原因呢 我在这下面强调了一下 那么因为我们每次计算完这个t之后 大家看我每次计算完这个t都是求余之后的这个结果 求余了之后呢得到的结果肯定是要小于这个q的 但是呢这个值呢后面这一步呢 完全就有可能要大于q 所以呢这一步呢算出来可能是个负数 在求余之下得到负数是没关系的 大家看求余之后求负数没关系的 例如说这个负1呢 对应的这个负1对29求余和28对29求余都是一样的 所以那么负1这个值呢 加跟在求余之下跟28是等价的 所以我们只要把这个负1加上29 就得到他等价的这个正数就是28 这就是为什么小于0的时候我需要把这个t加一下 找到这个他对应的这个等价的这个正数 大家看就是这一步 因为如果算成负数的话我要转换成他等价的正数 就是这一步 就是这一步 那么算完了之后求余了之后 再算完去跟这个原来这个p比对一下 如果数字一样的时候 那么我们需要再进入这个循环 去把这个两个数字所对应的字符串 进行逐个字符比较 比较完了之后 完全一样了之后 那么整个字符串就可以匹配出来了 那么这里面是整个加把代码 就是这么做的 那么这里面呢 就是我们的实例 大家拿到代码之后 可以自己去尝试一下 好 我们看一下这个代码运行的结果 这就是这个archive算法 大家看 在这里面 我们这个根本的文本是这个长串 那么下面要匹配的文本就是abaa 那么从偏移下标3开始 我们看abaa 那么给下面就可以匹配的上了 我们看一下这个程序 调试一下 那这就会更清楚一点 大家看第一次0的时候 t0和p0 第0是9 第二个是3 所以这个不一样 我们走不下来 然后算第二个te 那么运算完了之后 大家看一下 这个是9 然后算出来的这个te是21 也不一样 继续算 好 那么下来之后 这个t是e 然后这个p是9 仍然不一样 再算下一个 大家注意看 这里面算得的值是20 负20的话 对应的这个正值就是9 看 加上9之后 那么这个t对应的正值就是9 因为我们的q 使用大家看 我们这里传下来的q是29 我们使用的这个求余的数数是29 那么这个数数大家可以自己随便给 只要这个数数 只要是个数数就可以了 然后29 那么负20对应的这个 负20在对29求余之下的这个等价的正数就是9 那么这样的话两个数就一样了 两个数就一样了 也就是说从偏移开始 从这个文本从偏移开始偏移43的时候 接下来的这个m个字符就是接下来的四个字符 算出来的这个数值跟这个匹配字符串所对应的数值是一样的 是一样的话 我们接下来要把这两个数值对应的这个呃字符串的字符着个比较 只有每一个都一样的时候我们才可以确认这两个数字对应的字符串是相互匹配的 我们看一下ok是一样的 ok四次ok这也是一样的 大家看这里面得到的只是3 好 我们就回到回到出来 ok大家看 这三 也就是说从这个t开始偏移三个 一个两个三个 大家看在这里面 就是a b a a跟这个字符串跟下面这个p呢就匹配上了 ok这就是这个呃 罗宾卡普的这个算法的事项 这个算法的事项就是把这个字符串 它的比较转化成数值的比较 由于数值的比较比字符串的比较要快 数值的比较呢 只要这个数字不是很大的情况之下 一个cpu周期就可以比完了 但如果字符串的比较呢 如果你是这个m个字符m个长度的字符串的话 你着个比较的话需要m个周期 那么也就是我们把一个复杂的 长时间的比较转化成一个简单的 呃短时间的数值比较 从而加快整个字符串的匹配算法 这就是这个rk算法的思想精髓 ok再来拿到这个 大家可能第一次走的时候可能不是很理解 大家拿到这个文档和拿到这个代码 再去需要花点时间 再去深入理解一下 呃真正理解 可能大家还需要一些时间 ok 这就是这个 ok 这个就是 这是我们这一节的内容 好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这个 护理迪士尼在后续的章节呢 我们会去后续的章节呢 我们会去做这个呃后续的章节呢 我们去我们会后去继续去讲解 接下来的两种算法 希望大家继续关注后续的这个算法课程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来到护理迪士尼 谢谢大家